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来 我就使你的安息 这个使你的安息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 在这件事上碰见主了 你在这件事上碰见主了 安息就来了 因为主遇见你了 你享受到主了 遇见你了 享受到主了 你人就安息了 那另外一面呢 不光是这样 主带领你认识 安息就是你的 人子就是安息日主 也许可以把它翻作 也许可以把它翻作 人子就是安息 如果这样翻 或者人子就是那安息 现在你懂啊 这里有两个安息 它的不同在哪里呢 一个是对着一件事 对着一个状况 对着一个特别的情形 主说你要到主面前来 你就可以得着这个安息 另外一个他就说 他说另外有一个安息的安息 为主神的子民存留 你们要怎样呢 要进入那个安息 享受那个安息 因为这个安息啊 不再是一件事 而是一个范围 你知不知道啊 整个这十二章 就是来描述这个安息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种安息 是你碰见一件事了 过不去的事了 为难的事了 艰苦了 所以你来遇见主 碰见主 你碰见主了 在这件事上你碰见主了 你就说说不出的平安 懂不懂 也许后来的结果 完全不是你所想的 你所要的 但是你里面觉得非常的安详 因为我有主 还有一个安息呢 它像一个国度一样 它是一个范围 我进到美国了 我进到美国的国度了 我就美国中所有的一些 都可以是我的享受了 它的空气是我的 它的公路是我的 它的地是我的 它的人文是我可以享受的 美国所有的一些都可以享受了 主啊 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国度的安息 那么他就说了 主耶稣就是人 人子 人子什么呢 人子就是那安息的主 你认识主了 认定主了 因为你认定主了 那个安息啊 就跟着来了 懂不懂 等于你就进到啊 那个国度里去了 你认识主了 你认识主了